印度和中国一样,拥有着一个庞大的国土面积,也有着基数很大的人口,却没能像中国一样,拥有着一个谦虚的心。 相反印度是一个膨胀到自负的国家,为了让他们的民众对自己的国家有着自豪感,各种毫无理论依据地在国际上大放厥词。 而且作为邻国,各种在边境上挑衅中国,早在上世纪中国就教他们做人了,谁知道采安分40多年又跳了出来,当然咱们的解放军只能再一次叫做人。 不过要承认一点的是,印度的军事实力确实还不错,但他们可没啥研发能力,主要靠在国际上买。 很多人就会好奇,印度这么穷,他们买这些先进装备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呢?还是很让人哭笑不得的。 印度的穷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吧,不管是通过影视剧,还是从有去过印度旅游游客的口中。 我们都应该知道,毕竟恒河水和印度厕所都快成完烂的梗了,那么印度为何能在购买装备上花那么多钱呢? 专家一句道出真相,印度自从结束了殖民地生活之后,借着英国留下的一些工业建筑,就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。 而且他们国家的经济一大部分都用在了本国的军事建设上,于是军费动辄就是好几百亿美元,再拿个几十亿买装备。 不然你以为这么穷一个国家,是怎么让自己的军事实力排在世界第四的? 所以光是国家投入在印度军事上的这大笔钱前,其实也够他们买很多装备了,简直是骗过了所有人,可能大家还真以为印度确实有钱呢? 像印度这种本国没啥武器装备研发能力,但是军费又多的国家,那自然成为了国际军事市场上的宠儿。 随着时代的变化,世界各国的科技研发水平那都是飞速增长的,逐渐也就打破了美国在国际军事市场上一家独大的局面。 所以印度在面临他们需要先进装备的时候,选择是非常多的,毕竟大家都想着和他合作,他肯定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最高的。 当然即使印度拥有着不俗的军费,他们也没有蠢到直接在国际市场上消耗完,所以总是拮据着来买,这就导致他们虽然先进武器一堆,但基本都留在那里不敢多用。 上面也说了,印度每年在军费上的投入,那就是一笔天文数字,所以每年他们都会在国际市场去晃悠一圈。 当然大家都知道印度手里是真的有钱,所以费尽心思的都想把本国武器卖给他,但印度基本很多都不愿意买,觉得太贵了,所以他手里一直都握着充足的军费。 但不管怎么样,像印度这种没有什么研发能力的国家,他们靠进口这条路是走不远的,就跟当初的原子弹一样,这种真正牛逼的武器,谁会愿意卖给你。 所以对于印度而言,正确的道路是想办法去搞自己的科研,而不是一味的满世界装逼。